Hi guys,我是師妹,我是師兄 記得很多觀眾都留言 好奇我們一個月住哪裡呢? 沒錯,其實我們一個月是住Airbnb的 那今天就會和大家公開 Airbnb的便宜價攻略 到底透過一些什麼筆呢? 可以購入2,000元左右 另外會分享我們住了一個月的Basement的感想 那我們現在事不宜遲去片啦 首先第一個便宜價攻略 就是一定是提前預約 我們是提早了三個月去預約Airbnb 那時候的價格和這間商店相比差了很遠 那時候可能是1500元的房價 現在已經升到800元一天了 所以建議大家至少提前三個月去預約 便會便宜很多 而且多很多選擇 第二個Tips就是避開旅遊旺季 特別是由6月開始 很多學生都會陸續放暑假 很多人旅行的時候 Airbnb的房價都會開始高 而且需求大便很快被人搶光 對啦 到第三個Tips 其實就是師兄發言的一個Basement 其實你預約的時間 如果你是30天以下 和30天以上 價格差了2000元左右 就是因為如果你住31天以下 加拿大政府就會向你收一個HST稅項 那如果你是住32天 之後就會沒有這個稅項 就會便宜很多 以我們這間Airbnb為例 原本住30天的價錢 就是2500元 然後改了去住31天 大家看看 就是18000元 而且沒有稅項 因為我們做齊了以上工 所以最終以15000元的價錢 就預約了這間Airbnb一個月 想知道有沒有照片 以及預約前有什麼留意事項 就繼續看下去 提提大家租Airbnb 除了看它的相片和價格之外 還有四大留意事項 首先第一 就一定是設備 Airbnb的設備 到底適不適合你 就好像我自己這樣 因為當時看漏了眼 住了一個月的Airbnb 其實它是沒有封筒的 導致了我一落地 就要用了一筆洗衣 它就買了封筒回來 還有一些Airbnb 可能是沒有洗衣機 或者是洗澡的位置 是棋乾、浴缸 那你也可以留意一下這些細節 第二個留意事項 就是位置 位置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你落地一個月 你要處理很多文件 就好像搞SIM number 但提提大家 其實在機場上 就可以搞SIM number 如果不知道 就可以按我們上網的鈴鐺 除了SIM number之外 還有搞Bank 不知道大家落地用什麼Bank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們也可以和大家分享 這個就是多倫多的subway map 建議大家住在紅色圈住的位置 四通八搭非常方便 建議大家在訂之前 都問一問屋住 有間奧拉塔 subway station 或者3car station 在商品塔紀院 我們當時預約的那間 就是在10分鐘路程內 冬天的時候 走10分鐘都可以接受 到第三 就是要熟悉這裡的環境 建議大家住在近 下層的地方 就可以去到市中心 熟悉一下 這裡不同環境 或者有什麼需要買 都可以去買到 和大家推介這六個 加拿大大型超市 無論是食品 藥品 日常用品都可以輕鬆買到 到最後一點就是安全問題 因為我們也是第一次來加拿大 不熟悉這裡的環境 所以就做了一點搜尋 找找哪一區是適合 新手去居住 我們就發現 其實住在 十字路口的中間 是最安全 市中心又方便 人又多些 這個地圖就顯示了多倫多的犯罪率 大家可以看到 越深色的地方 犯罪率就越高 建議大家第一個月 就不要選那些地區落腳 這個是我們到加拿大 之後第一個落腳點 住在以前從來都沒住過的 大屋的地下室 每天都陪回在找屋 和運工的壓力底下 努力去適應當地的環境 和天氣 聽不少朋友說 今年多倫多的三月 比起一二月份更加大雪和冷 而我們Airbnb的門口 就兌滿了人感高的雪 我就是說地面很髒 不想拋你 開門吧 一入門就是一個開放式廚房 不要看它好像很小 我們需要的調味料 爐具 餐具 和碗碟都一臂俱全 還有一部咖啡機 經過一個長的走廊 就到我們的睡房 左右兩邊都有一盞燈 和床頭櫃方便把東西 都OK 床太軟了 搞得我們睡得不太好 房間裡還有一個大衣櫃 看起來有點殘舊 不過 彈隔就非常夠用 這間房的暖氣 時大時小 搞得我們整天 冷到紮醒 多得這張會發熱的煎 之後就來到我們的客廳 也是我們最常逗留的地方 無論是吃飯、看電視 還是工作 我們非常喜歡這個空間 大小剛剛好 開了所有燈之後 感覺非常之舒適和溫馨 Airbnb提供的電視 可以接駁HDMI 那你就可以駁電腦看片 和駁PS5 和Switch打機 客廳和睡房之間 有個窗口連接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它的作用是什麼 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廁所 這個床是只有棋缸沒有浴缸的 而且廁所的空間比較狹窄 不是太方便 屋主還很貼心 準備了消毒藥水和膠布 如果大家弄傷都可以用 雪櫃我們都清得七七八八了 還剩下這條鰻魚 買了但是還沒住 這樣戴上頭 好啦 那我們最後是不記得帶他走的 這是我們之前用來 放我們的行李箱 之後就到這間房 是我比較害怕的一間房 這裡其實是小衣機和乾衣機 我看的地方有點恐怖 晚上睡覺的時候 都一定要關門 其實住AMB&B有沒有照片呢 我覺得我們這間是相算好的 它的環境跟拍的相片其實都滿符合 我發現天氣滿影響Basement 就是我們凹下去的位置 下雪的時候樓梯 會突然積得多雪 大風的時候又會有很多垃圾 零食包裝 葉吹進我們的樓梯 下雨時也可能會有水浸的問題 這個可能大家出門的時候就要留意一下 或者在屋根要考慮的地方 第二點就是昆蟲 我住了一個月 其實我見到四次自住 之後可能有很多層 如果女生怕昆蟲的話 也要留意一下 還有我們住的房子 其實是分門地下新來的 不需要經過屋主的大屋才能進去 另外有一個樓梯鎖匙 讓我們直接進去 不需要看到任何外人 剛剛那些問題之外 我們屋主應該是比較有些才會回家 晚上回家的時候 其實我們經常聽到腳步聲 可能聽到木板 不讓人害怕的 但是可能會嚇到一點 還有我們房子附近 其實環境也不錯 它是典型 在美劇看到兩排的大屋 一條直路 也有很多單車徑 之後有些家裡養貓 也會有些貓出來 可以摸一下 我覺得我們這間房子的設備其實都不錯 除了我之前提及過它沒有風筒 它在廚房用具方面都很齊全 沙波拉餐都有齊全 而且有什麼石紙 保鮮紙 廚房紙 清潔用品 可能洗衣粉 那些都有齊全 還有膠布和消毒藥水等等 交通方面我們租的那間Airbnb 就在Occiton和Christy站中間 其實這兩個站都屬於一些比較大的站 兩邊都會有一些不同的 超市場、餐廳之類的設施 但是Occiton就有把線接貨 會方便得多 Christy即是Korean Town附近 如果你是喜歡韓國食物的話 我非常推介給你 你可以吃到很多正宗地道的韓國餐 我之前也介紹過可以推介給你 不過我發現韓國的超市 其實它賣的東西都挺貴的 所以整體而言 我會為這間Airbnb給多少分呢 我想我也會給8分 因為它很方便 而且也沒有照片 即使它是Basement也好 它也會有些人光透了進來 因為它也有很多大的玻璃 所以其實都沒有我們想在中國的Basement 很高速或很潮濕的感覺 我會給7分 主要原因是它說有暖氣 但其實只是在22度 我們在心內也不會覺得暖 另外一個很大的加分位 就是這間Airbnb附近有一隻貓咪 它非常熱情 而且還好爹 整人都會送我們回家 住在這裡一個月 最期待的事 莫過於每天回家的時候 看看能不能遇到它 如果看這條片的你 和我一樣都是貓爐 而日後又住這間Airbnb 記得幫我探望這個一隻戶的貓咪 那我們下條片再和大家見面 正式公開我們的新居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留言給我們更多動力出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